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8月26日 萨克达期待双杀摩纳哥 欧洲冠军联赛第五圈次回合周四凌晨将同时展开三场争夺 其中一场萨克达回到主场面对摩纳哥 首回合做客的萨克达就取得了1比0的凌峰 存在一球领先的他们回到主场自然拥有更大取胜可能 看好他们最终能够双杀摩纳哥杀入分组赛 作为乌克兰超级联赛之班吧 萨克达其实欧战经验相当丰富 虽然他们经济并没有直接获得分组赛资格 但从第四圈开始站起的他们 状态不可谓不出色 他们在第四圈面对比甲球队亨克 不论是主场作战还是作客出战 都以2比1击败对手完成双杀晋级的好戏 至于来到第五圈 赛前外界普遍觉得面对五大连赛球队摩纳哥 首回合做客的萨克达很有可能会败北 但实际上凭借着伯特连奴的一剑封喉 萨克达隐1比0先下一城 显而易见的是萨克达并不是一支能够被忽视的球队 毕竟他们是欧观常客 同时他们近况超强 目前球队各项赛事斩获四连胜佳绩 其中均常入二球 进攻端有保证 而在四连胜之中他们仅仅有一个失球 一足以说明球队后防顾弱金汤 阵容方面 后卫邦达和前锋阻力亚摩拉斯等人因伤免疫 摩纳哥过去两届欧观都没有份参与 足以见得球队近年整体表现难言出众 就算他们今届赛事和萨克达一样从第四圈战起 他们状态及实力亦不见得要比前者好出多少 因为即使他们能够双杀布拉格斯巴达晋级 这两场赛事一发生在本月上旬 而球队最近表现可谓插到贴的 他们最近三场各项赛事全数落败 其中对手还包括尤朗斯以及罗莲安特茨等实力偏弱的队伍 其实三连败并不可怕 但摩纳哥是以进攻端一球不入的姿态来吞下这三场败仗 这意味着球队最近进攻端牙火 即使他们坐拥荷兰 宾耶达 以及哥洛云等知名中前场球员 亦没有办法取得入球 对于目前落后一球 且金普需要远征乌克兰的他们而言 想要完成逆转好戏颇具难度 阵容方面 后卫J马斯连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兔赛 急欢迎继续 你大iad US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